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现在的住宅很多都是开发在Rochdale这个区的中部 或者说偏南就围绕着Rochdale Townsend的购物那一块去打造的 那北边的话现在是一个垃圾层的买场 它以后会不会再做重新开发还是继续保留什么的 你给大家讲一下 OK 刚才就是 Hiley说到了Rochdale如坐针毡环节 如坐针毡其实是怎么说呢 但是对于那些不太了解Rochdale这个区的销售或者中介 当你问出这些比较critical的问题的时候 它会觉得好像无从办法去解释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永远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房地产公司 对我们要跟客户讲就是说Dumping Ground这个垃圾场在Rochdale这个区确实是存在 对不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垃圾填埋场它的寿命已经快到了 因为澳洲它开这个垃圾填埋场其实很早之前就有 它一直有在用 它确实确实在填埋一些生活垃圾 这个有实话实说 我甚至可以跟我们屏幕前的读者观众讲 当我一年和一四年我开车去Rochdale那个垃圾填埋场我经过的时候还能闻到生活垃圾的臭味 确实是有但是它的寿命已经快到了 因为你真的去Google上面去搜索一下RochdaleDumping Ground 你会看到它对整个垃圾填埋场的设施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 它的寿命我记得我不是很记得它里面的那些细节数据 因为我当时只是粗略的看了一看 我知道垃圾填埋场的关掉就OK了 那你非常想了解它什么时候关掉 我可以非常确定的告诉你 差不多它的周期应该是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 这个是政府对这个垃圾填埋场的一个定义 所以说最近比方说我们现在到了19年 比方说18年19年 我再开车去的时候确实就已经是没有味道了 真的是没有味道 看您到它运转的一个末尾间 对因为它的因为垃圾填埋场都有它自己的容量 它到了这个容量 它政府预估它的垃圾填埋场该关闭的时候 它就关闭了 那关闭之后 大家不用担心会产生任何的污染 因为澳洲他们环境上面的法律法规是非常严的 它政府去做这件事情 它里面你去查过上面 它会对垃圾填埋场的技术参数 会有非常细节的讲 我比较我一系还记得他跟你讲 就是说OK生活垃圾里面的一滴污水 它如果要穿透垃圾填埋场的那一层 它外面会有层膜 它不是直接埋在土里面的 它外面会有个像类似于大的那种塑料袋 它每一个坑都是一个小的塑料袋 小的塑料袋外面还有大的塑料袋 就你要穿透那个塑料袋好像是 你是真的去看过 我真的有看过 它要好像是150年还是怎么样 就非常非常久 它那一滴水要穿过去的话 那现在它如果完毕的话 那当然上面会覆盖上一些它该有的保护措施 然后把土地盖上 那大家比较放心就是说在垃圾填埋场的上方 是不会有任何的住宅 垃圾填埋场到住宅去差不多应该有 可能有两公里左右 两公里1.5公里到两公里 左右这样一个距离 另外就是政府规定说垃圾填埋场上面的这些土地 它只能用于建造一些商业住宅 比方说是warehouse 就是那些仓库 对仓库厂房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那种办公室 有点像那种technology park 就是什么科技园区这种 你可以在里面住个办公室或者怎么样 但它一定不会和生活 比方说生活用水或者是居民住宅 这种地方会连接起来 这是绝对不会的 至少我觉得未来即使住宅去向北推进的话 我觉得至少一公里的距离政府是一定要留的 因为在一区网上去查 Rochdale的town Planner 它会有一个开发计划在里面 它的住宅去到当品光的中间是空开的 要么是森林 要么就是一些绿植 要么就是一些technology park 这样的一些规划在里面 买房的话安全问题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就是如果大家钱比较多 要藏在家里面的话 对 那其实华人区有 一直到现在都是比较容易招贼 这个是硕实话 对 Sunny Bank Sunny Bank Hills 附近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Rochdale的话 首先它离那些区也不是很远 另外的话 确实它有像你刚刚说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比例的一个华人在里头 然后又是很新的一个区 一看就很有钱啊对不对 会不会招贼 会不会招贼 招贼这个问题 先讲比较泛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要去纠正一下 就网友通常他们比较强的一个意思就是 只有南区有小偷 北区东区西区的住户 他们都是门开着睡觉的 这个一定是这个一定是一个误区 大家我这个时候我确实要本着比较公道的东西 为比较公道的方法 点去给南区的去证明 首先就是即使整个布里斯班偷盗事件 其实每个区都有 每个区都有 东区北区西区你去查查他们的crime map 上面其实也会有unlawful entry 这种或者是steal这种情况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会觉得南区治安不好 一就是和我们广大的媒体工作者有关系 因为我们广大的媒体工作者 他们本身是在南区生活对不对 然后他们也不太会去专门去做一些search 在北区谁家的旺财走丢了 但是哪一家发生盗窃案或者什么偷窃案的时候 就会大肆报道 对因为南区消息华人之间消息比较灵通 然后很多很小的事情传到我们小编的口中 为了吸引因为小编也是要收工资的 要搞一些大新闻出来的 所以说又要吸引眼球 我说北区的人家被偷了 那华人会觉得管我什么事 对吧这条新闻我就不看了 那他为了搞点大新闻出来 一定还是离他的新闻一定会离我们南区比较近 所以通常来说如果你经常是关注华人媒体 或怎么样的话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南区天天有偷到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理解 就是说即使你住在西区东区或者北区 也会有这样偷到的事情发生 那客观的讲南区的治安呢 不是非常的理想 这有一说一啊 有一说一我真的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Sunny Bank 我就为了Sunny Bank 或者Sunny Bank Hills去这些地方去洗白 但是我知道其实还是要看他的具体的位置 对具体的位置 比如说有些比较靠近主路 靠近火车周边 对对对对 其实这种才是高发的地方 对对对对 你要是住在一个什么那种特别角落 贼进去就绕不出来的这种 特别是上一次我们去Rochitale开车 因为我跟亚佑不说 因为我这边不是很熟 我说这边的路走的我就要迷路 因为他所有的路都是不像是那种方方正正的路 对都是一些比较那种渠道 然后很多的环岛啊 然后减速带啊什么啊 还挺那个什么的 好我们要进入正题了 不开玩笑了我们进入正题 就讲一下Rochitale的整个治安的情况 为什么会和Sunny Bank或者Sunny Bank Hills不一样 很客观的讲 Sunny Bank或者Sunny Bank Hills 不是我为他们洗白 确实他们的治安呢 确实有存在一些问题 那为什么Sunny Bank的治安不是非常的理想 因为Sunny Bank流动人口确实比较多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那边商业比较发达嘛 有很多的类似于打工度假的 然后有很多的公交也比较发达 有很多的那些租客 包括一些群租群租群租情况 分租情况 在Sunny Bank也确实比较多 那他不是一个以家庭自住形式为主的一个区 那他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的时候呢 他的防范 他的防范意识也会相对差一点 因为 因为你知道吧 这不是我的房子 我没有必要特别care 或者说我只是一个房东 我把这房子租出去就可以了 他也并不会特别去care 说这个房子周围 有没有很可疑的人在附近闲逛啊 然后如果你不是自住的话 你的房子的防盗性能可能也会稍微差一点 也不是很关心 因为我就租个两三个月嘛 我可能就走啦 或怎么样的 每个人他的戒备心 他防范意识可能会稍微低一点 然后人口流动性密度比较大 你的邻居换了一个新的人 你也不会特别的有意识 比方说 哎附近到底 到底那个人是新搬来的邻居 还是来这边探点的那个小偷 你都不会有太敏感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说不可避免 Sunny Bank确实会出现一些 治安上的一些漏洞 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但Rochdale呢 很客观的讲 Rochdale确实有一些贼会惦记 然后会有一些偷盗的事情也有发生 很客观的去讲 确实是有 但是这样的偷盗事情发生呢 我总结了几个点 一呢是确实是因为住户 他的比方说车库门忘关了 比方说是侧门忘关了 或者是他人在楼上睡觉 然后小偷呢 他翻墙进去之后呢 他发现后院的那扇 防盗门没有关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产生了偷盗 那我在这边呢 肯定讲究说 每个区其实都有 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 成为受害者呢 首先自己的居住 防范意识还是要有的 真的不能敞开门睡觉 这样肯定是有的 在防范意识OK的情况下 整个Rochdale的治安氛围 其实监督情况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确实听到过 因为我们有Rochdale居民群嘛 但凡某户人家家门口有闲闪人员闲逛 基本上非常热心的居民 就会把这个这个人的照片 或者因为他们会在自己家里面 会拍一些照片 会发到群里面 让大家提高警惕 群还是非常热心的 然后呢甚至说这个时候 我真的要表扬一些 为什么真的很客观的讲 我要表扬一些我们的 非常热心的白人邻居 因为我们知道在澳洲生活 白人真的很喜欢管闲事 在Rochdale也有很多白人的住户 他真的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家 他会组织就是居民巡察队 就是到了晚上 他没事出去要开车六弯呢 如果他会发现有一辆车很不正常 或者有几个人很不正常 在路上闲逛 不是我们这边的居民 因为我这时候我要往事重提了 Rochdale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自住的一个 就自住群体非常多的一个局 你只要在这边生活久了 基本上谁住谁住这里面 面红会非常的熟 他如果发现有些 有些比方说teenager 比方说青少年在这边闲逛 那他就会上前盘问 甚至说在这边有发生过那些 疑似嫌疑人员 我可能是为谁啊 或者他有这样的企图 最后被我们的那个 就是社区巡察队给抓获了 就把最后报警了 警察来了 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说整体来说 不能说偷盗情况完全没有发生 但是如果你个人的防范意识 就自己的工作做到位 再加上你的邻居比较热心 相互之间信息传达比较沟通 比较正常的话 我觉得很像比较 Rochdale的治安还是OK的 还是OK的 我只能说巡逻不能避免百分之百的杜绝 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一定极大概率的 这样就是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 没有绝对安全 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 相对来说 以我自己住在Rochdale的一个居民来讲 至少我晚上睡觉还是睡得蛮踏实 还是睡得蛮踏实 但是探头或者是防盗门锁 这种东西该装的 没有差 就是说你能装 你当然装的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好的事情 不刚哑不讲的一点 我觉得对于特别是手续置业 然后自住买家来讲很重要一点 就是一个区域 它自住人群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因为越是自住多的 你的整个小区 不管是面貌也好 或者是整个社区的氛围也好 对大家有空可以 也可以去开车去Rochdale 像我们一样去兜一城 这每家人家门口的发财数 一颗比一颗高 情愿都打理的很好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直观 就是你看视频的时候 我们说很多东西 很多一个区好不好 其实不是靠中介推转 是真的消费者自己去感受的 那你自己去开车去兜一圈那种氛围 我相信你可以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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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